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上期节目我们说了如何研究公司的七个步骤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最近观众提问率非常高的一家公司 Nordstorm百货公司 本视频中对一些关键性技术指标进行了分析 听上去会有些枯燥,但是机会难得 平时是不会讲这方面内容的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Nordstorm百货公司股票代码JWN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轻奢品百货公司 该公司的主要行业竞争对手 包括梅西百货,迪拉德百货和克尔百货 JWN及其竞争对手的股价 在2020年都出现了大幅下跌 毫无疑问,一般的百货公司 都受到了疫情大流行的严重影响 许多已经申请破产 还有一些公司仍面临着风险 从目前华尔街的表态来看 很多人认为JWN已经濒临破产 自今年早些时候的高点以来 其股价已经下跌了70%以上 JWN股价目前的价格 与2008年的股价相当 先给出我个人的结论 对于投资者来说 如果能防止破产 JWN的股票在目前的定价下 是个抢手货 那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 是不是有破产的可能性 我们先来看公司的基本面情况 在过去四个季度的财报中 JWN有三个季度的财报 没有达到预期 特别是该公司2020财年的 第二季度财报 大失所望 不过 该公司的12个月EPS 要明显强于其主要竞争对手 没息百货 主要原因是 该公司主要迎合高消费客户的需求 而这一群体可能受流行病和停业的财务影响最小 JWN在过去四年中一直保持底线盈利 该公司表现出稳定的净收入和总收入 除了今年之外 没有大的增长或减少 在本季度 公司的整体还没有太大改观 根据资产负债表 公司目前的总资产为97.37亿美元 公司总负债估值为87.6亿美元 总权益估值9.79亿美元 根据现在所知道的信息 尽管环境疲软 管理层仍将库存降低了25%以上 并降低了成本 这使得商品利润率得到改善 并为本季度带来了1.85亿美元的正经营现金流 同时 JWN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地方在于 Nordstorm将在美国引入订单取货服务 完成在线订单 能够更好的服务顾客 打造一个独特的差异化点 JWN在最近的交易时段 平均成交量和换手率是逐渐放大的 它的市值约为20亿美元 用市值来显示公司的规模 是公司的基本因素 上面这张表格帮大家总结了 JWN的一些重要数据 包括相关的技术指标 股价历史表现 大多数指标都很好理解 这里我们把一些技术方面的指标拆解出来 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首先 关注简单移动平均线 简单移动平均线计算为过去的N个时期的平均值 任何类型的移动平均线 可以用来产生买入或卖出的信号 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制图软件将移动平均线作为一条线 直接绘制到价格图表中 如果想要更多的了解SMA 建议您可以去看看我的读书笔记频道 其中有一篇股票技术分析基础篇 可以给您提供更详细的帮助 我们还是来看这张表格 从表中我们可以读到 目前相对强弱指数的股票读数是44.34 RSI读数在零和100之间变化 股票价格运动的速度和变化是由RSI来衡量的 相对强弱指数是最常用的动量指标 通常 当RSI低于30 那么股票是超卖 当它高于70 则股票是超买 30-70被认为是一个股票的正常读数 一般趋势可以通过使用RSI检测 如果希望对RSI指标有更多的了解 可以看一下视频贴图 下面是波动率分析 波动率保持在5-6 真实波动指标被用了计算历史波动率 ATR值为0.73 这里最简单的 只要看见β系数就可以了 市场风险是随着市场交易而建立的 它由β系数来衡量 目前JWN的β指标位于1.65 风险是由β系数衡量 如果β系数高于1 那么风险就高 如果β系数低于1 那么风险就低 公司的毛利率为30.7% ROE是负的76.3% ROE指的是净资产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净利润除以平均净资产 乘以100% 如果净利润为负数 那么净资产收益率就是负数 ROE为负数 则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现在我们看到 投资回报率为16.4% 净资产收益率为负的76.3% 目前分析师对公司股票的一致评级为3.1% 属于持有 评分的标准分别是1.0强买 2.0买入 3.0持有 4.0卖出 5.0强卖 转望52周 该股将实现17.94美元的价格 这是被分析师预期平均预期的目标价 JWN股票一年的预测指出 潜在的上涨空间接近25% 接近于股市的牛市格局 如果仔细去看 可以发现 此前目标价从18美元上调至21美元 现在是回到了18美元 所以短期机构的意见并没有形成一致 我们再来看一下JWN的内幕持仓详情 目前投资机构的手中也有13.75亿美元 占JWN股票的67.90% 先锋集团是JWN的第一大机构持有者 第二大机构持有人是黑石公司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文件 最近JWN股票有64家新的机构投资进入 同期有120家机构投资者卖出持仓 总的来说 无论从财报 公司基本面 还是技术指标分析 JWN破产的概率不大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推演 看一下Nordstorm是买入 卖出还是持有 首先明确 公司最大的担忧 是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封锁和疫情 如果发生或者时间拖长 将对公司的收入不利 从好的方面来看 JWN可能会从其他状况更差的零售店手中 抢走市场份额 截至目前 该公司的股票是位于12.85至13美金的支持区域 所以如果你拥有这只股票 如果不计较资金的时间成本 可以继续持有等待反弹 上方13.5到14是第一阻力区 个人认为 这只股票不值得长期持有 分析师预计 未来五年 JWN的年收益缩水率为6.85% 这意味着目前市场对JWN的前景不太看好 如果通过上面的分析 您还对这家公司有兴趣 那么最终的问题来了 JWN什么时候可以买入 我们找到了股价变化的三个短期催化剂 第一是公司财报 公司的下一财报日期 预计是2020年的11月12日 这个财报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看公司本季度的销售是否有所改观 公司在于对电商渠道的投资是否起到作用 如果能够报告或者展望下一季度取得利润 JWN股价将在短期内飙升 二 由于属于消费周期性行业 节日购物即将到来 为2020年底之前的收入上升提供了希望 第三 JWN2020年11月20日 22.50美元的看涨期权 是目前所有股票期权中隐含波动率最高的 看涨的对冲基金持仓数量最近增加了三个 对冲基金被视为老牌金融工具 JWN需要根据近期期权市场的走势密切关注该股 这里多解释一下什么是隐含波动率 隐含波动率显示了市场对未来变动的预期 隐含波动率水平较高的期权表明 相关股票的投资者预计会在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上出现大的变动 这也可能意味着很快就会有一个事件发生 可能会引起大的反弹或大的抛售 很明显 期权交易员对JWN这只股票进行了事先定价 专业投资者拥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他们必须进行复杂的分析 花费许多资源 并使用一般人不一定能使用的工具 不过这里只是说明关注对冲基金的活动是有意义的 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出现巨额的亏损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您想收到我最新视频的更新通知 可以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请帮我点个赞 谢谢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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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